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尾巴就是相当于后方的配重 让它身体形成了一个类似翘翘板那样的结构 前后能够达到重量的平衡 而且这个尾巴在转向的时候也有很大的作用 这恐龙在左右转向的时候 这个尾巴也能够维持身体的平衡 然后青岛龙的尾巴上方有非常高的神经级 这个神经级的高洞从活着的时候也可以观察出来 你可以在这个青岛龙的尾巴上看到 它的尾巴上有上下两大组肌肉 在这个位置有一条比较深的线 这条线就是它尾巴骨头上有一个横凸的结构 这个结构把这个尾巴肌肉分成上下两组 上边的肌肉主要就是挨着神经级 因此它的神经级很高 因此让这个尾巴的根部变得很厚 关于尾巴上的皮肤 我们现在不知道青岛龙的皮肤长成什么样子 因为青岛龙只有化石骨头保存着下来 但是皮肤没有形成痕迹 但是通过其他压嘴龙 我们可以大概分析出青岛龙皮肤的样子 一般压嘴龙身上皮肤都是比较细腻的 小小的鳞片 构成的这种比较光滑的表面 但是在有一些 就像这个模型展示的这个样子 它是比较光滑并没有任何大的凸起 是这种感觉 但是在有一些青岛龙近亲 就比如亏龙 它的尾巴下方有一些硬壁大小的颗粒状凸起 我们在做这个模型复原的时候 并没有采取这种复原方式 而且采取一般压嘴龙的复原 我们这回画青岛龙尾巴的时候 可以试试另外一种尾巴上激励的这种复原方式 好 我们现在就来画青岛龙尾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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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